台北西門町有間長期蛋糕專賣店 五十幾年來就只賣一款產品 而且就只有一種口味 這間店的創辦人 當年是跟日本長期本舖合作 如今傳承到第三代 他們的蛋糕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需要熟成 這蛋糕做好之後不能馬上吃 而是要放三天才能享用 別小看這三天的時間 經過熟成之後 蛋糕的風味跟口感完全不同 像是否認識的一般 我會想看見他們的 對筛工會不夠 而且是不可思議 我會想說 好像是不可思議 如果我和你分享 就像是不可思議 那樣是不可思議 我會想說 面粉 鸡蛋 砂糖 麦芽糖 传承了半世纪的长期蛋糕 就只用了这四种材料 为了让它均匀地加热 就是把一些比较干掉的表面 把它拨在里面 就是均匀受热 一般来说我之前碰触到的蛋糕 是直接只要看搅拌的状况 然后就直接进 而不用做到像这么繁复的 因为一般的蛋糕是强调在 出来后的装饰 对啊 然后我们的是强调说 我们用独特的工法这样 烘烤前段得不时拿出来搅拌 到后面还得拿出来透气 比一般蛋糕费工许多 怕说里面热气太重的时候 变成说我们蛋糕表皮掀起来 或者是焦化什么之类的 其实在透气的时候 算是会顺便再观察一下 它的状况 五十几年来就只卖这一款产品 逢年过节时一天得做上千条 刚出炉的长崎蛋糕看起来松软可口 但这还不是它最好吃的时候 所以通常会说刚出炉最好吃 但你们这个好像是不太以前的 对 我们会选择说让它放三天熟成 增加它的湿润度 然后它现在吃起来的口感是 真的啊 好像是比较干一点点的样子 对 然后会带一点点比较淡的腥味 对啊 然后我们是希望说 藉由它放的时候 最佳档卫体就是希望藉由它放的时候 达到说去除一些不必要的味道 然后让它吃起来更有那种糖蜜的感觉 你什么时候回去 今天啊 今天那还可以啊 因为这个蛋糕明天再开始吃 那后天晚上如果没有吃完的话 再收听冰箱就可以了 这个已经有光泽出来了 有到出水的状况 有 有没有 有一层光泽 蜜袋的表情 然后香气 对颜色好像不太一样 做好后得熟成三天再吃 这也是从第一代就传承下来的方法 苏家明的外公叶永卿 五十几年前跟日本长崎本铺合作开店 成了台湾长崎蛋糕的起源 而且那时候这个蛋糕算是高级品 一般是那个小百姓 觉得这个东西太昂贵了 那爸爸有一个理念就是说 他想把这个东西 不管你是市井小民 达官贵族 你都样样 我们人是出生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 也是该平等对待 任何人都可以吃得起的 可惜当时还没推广出去 业勇轻便因年早逝 长女业配胜接下重担时 才刚从专科毕业 只有二十岁 刚开始做这个生意不会很困难吗 很困难喔 好几次 我们都有点心灰于人不想做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的观念 你对吃的这个观念 还有对这个西式的东西的观念 那都是现烤现吃 要吃热的 那像这个东西 它必须要熟成啊 那所以它要第三天才会好吃 那我买回去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放三天 我要吃新鲜的啊 所以跟客人方面很难沟通 当时夜配胜全年无休 夏天还得在店门口卖冰饮 才勉强能支撑店里的开销 那个主要是 也算是被动的啦 因为它身体就是越来越 人他不如前 那如果不回来的情况下 他坚持不肯修 他一定要有一个 自己人在场的情况下 他才愿意放假回家 不然的话 他真的是全年无休啦 因为爸爸有这个技术在 那我必须有这个责任 把它传承下去 那后面的小朋友 后代的小朋友 也都可以有阿公的这个技术 我希望说 当然啦 一家店要做五十年不容易啊 看能不能成为白云脑店 这是我比较大的野心